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疯狂的妇女至上的团体和一些同性恋的团体 他们痛恨李敖把我选出来 他们叫什么呢 他们叫做报李敖报了三项的烂香蕉奖 什么烂香蕉奖呢 看到没有 大家看啊 女书店所举行烂香蕉奖颁奖典礼 给了12位曾经在公开场合发表性别歧视言论的政商名人 其中立法委员李敖 一个人读得三座烂香蕉奖 成为最大赢家 我一个人读得三座第一名 什么原因呢 大家看啊 部分烂香蕉奖得奖者的语录啊 李敖的部分他说 李敖说 我不喜欢同性恋 我觉得同性恋者太嚣张了 拍电影 断什么倍 讨厌 李敖又说 女人都搞不完 难有时间搞政治 李敖又说 女人做总统叫我怎么相信他啊 这都是聊的这个啊 这个罪状 这些话 的确 我一时兴起啊 讲过 为什么我讲这些话 因为我说 他们太嚣张 你可以争取你们的权利 可是太嚣张是不好的 比如说 现在同性恋说 我们同性恋啊 不是有病 是很正常的 因为基因不同啊 所以有正常的反应 现在大家接受了 好 同性恋者不算性变态 他们说 我们同性恋者要结婚 OK 你们大家结婚 大家都没话说了 现在又来了 我们同性恋结婚以后呢 要收养小孩 因为生不出来小孩啊 我们要收养小孩 我就反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收养的小孩 他那么小 在学校里面 在同学之间 他不能说 我有两个爸爸 或者说 我有两个妈 那么点小孩 你叫他抵抗 社会 给他奇怪的眼光 或者 给他不同程度的压力 叫一个小孩子 去对抗 是不可以的 过去 我的好朋友 我出钱 给他办杂志的 叫郑南荣 后来 抵抗国民党的 这个 地铺 烧死了 他为了反对 国民党政府 他跟他的小女儿讲 小学生啊 你到学校里面 他们要唱国歌 你不能唱 他们要升旗 你不要敬礼 我就跟 郑南荣说 你怎么可以 叫一个小女孩子 去对抗社会呢 去对抗群众呢 你怎么用你的信仰 加注于小女孩子身上 叫他去承担这么多的压力呢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所以我说 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之下 一个小孩子 他的爸爸 妈妈 都是男的 或者说 他的爸爸妈妈 都是女的 我有两个爸爸 我有两个妈妈 请问 对他是不是压力 所以我说 同性恋 你说不是性变态 我们接受 你说你们要结婚 我们也接受 你们还要收养小孩 我觉得 太嚣张了 这是我所说的 至于说 为什么 对台湾的有名导演 李安 拍了段壁山 在美国 奥斯卡得了奖 是光荣 我们也承认 这是一种光荣 可是我必须说 这种题目 太讨好了 谈到这种同性恋的事情 美国也多 你谈这种事情 跟政治无关太讨好了 我认为 在大陆我们看到 张艺谋这些电影 他们谈的大题目 谈到是 涉及我们人类之间的 大题目 涉及了民族大义 我里要喜欢这种大题目的 表达我们的思想 而不是讨群众的好 来一个什么 段壁山 我觉得 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 艺术工作者 这是不够的 所以我认为 实质过小 所以我认为 实质过小 今天 大家不敢碰这些人 不敢批评他们的人 我李奥当然要批评啊 惹起他们对我的不满 至于 妇女工作者 也是这样子 我跟大家讲 我的看法 跟大家不同 大家再继续看 恶男语路 烂香蕉奖 判给李奥 这种 这种 这个 这个 有这种话 那么李奥 是不是歧视女人 我没有歧视女人 谁歧视女人 孔父子歧视女人 所以我们在看 孔子讲说 紫月 看到没有 紫月 唯女子与小人 唯男养也 尽之则不逊 远之则怨 这是孔子 孔子对女人 有所歧视 可是他描述一个事实 就是女子和小人 是很难相处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跟她关系太好 她对你就没有分寸 你跟她保持距离 她就唠叨 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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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一个话 所以我就讲 我并没有 这种歧视 正好相反 我还颇 颇能欣赏 女人的优点 不然我也不会跟我太太结婚了 就是我太太 在大学时候 都大学生的时候 在马路上靠着汽车 张照片 我太太这次跟我去北京 回来 有记者吗 打电话给她 访问她 我太太是很 这方面很严肃的 接到电话以后 说 我不接受访问 那个记者很有趣 那个记者 一个女记者 很惊的 跟她讲一句话 你不接受访问 没有关系 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 我太太说 什么消息 我太太 跟你陌生的时候 她带人呢 很严肃的 我太太说 什么消息 这个女记者说 我看到你在北京的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呢 很漂亮 注意哦 一下子就打中了要害 我太太说 哪张照片呢 那个女记者说 哪张照片 我太太说 怎么漂亮呢 她给她描写怎么漂亮 我太太一听 就高兴了 两个人就聊起来了 聊了两个小时 等于做了一个访问 这就是 我讲到的 女人的弱点 当然你跟她说 要接受访问 她不访问 可是你用一个技巧的话 她就上钩了 就好像 我们钓那个青蛙一样 农村的小男孩子 去钓那个青蛙 青蛙在下面 她只要用一根线 一根线的线 这样钓下去 这个青蛙 就咬住这根线 咬住了 然后你就往上提 这个青蛙 就掉下来 就这么简单 死咬住不放 就是 就这样子 你一根线下去 就可以吸引她 咬住不放 我没有说 我太太是青蛙 我说告诉大家说 女人有的时候 是很容易 上当的 当然 她们也会 争取她们的权利 就是 女权运动者 所以我说 孔子是有性别歧视的 我理由没有 哲学家 舒本华 他是有性别歧视的 还跟女人打架 跟女房东打架 女房东受了伤 告他 法院判决 他要赔上他 每个月都要给他钱 哎呀 他负担很重 后来这个房东死了 他叹了一口气 女人死了 厄运走了 他才得到自由 有这种情况 那像 像那个 哲学家 尼采 也是有 这种性别歧视的 所以他说 跟女人在一起 不要忘记带鞭子 并且他还讲了句 讲了句话 他说 凡是这个 女人成的学者 就表示她 生殖器官有毛病 换句话说呢 她一定 性生活 会从方面不协调 才变成了 女性的学者 这都是 这些歧视女人的言论 从孔子 到舒本华 到尼采 都是哲学家 我李敖 不是哲学家 我没有歧视女人 可是我的确 很准确的 描写了一些 女人的性格 我的确有 有这样描写的 可是这种描写 并不是说 我歧视 我没有歧视 好不说 我给大家看 中国古代的 在宋朝 有一个人 叫孙氏 孙氏 他 这个 这个 临死的时候 他跟他儿子说 无令我死 夫人之手 不要叫我 死在 女人面前 叫孙氏 孙氏 孙氏 中国古典的 经典里面 有这种意思 就男子 不死于 女人之手 死的时候 不要死在 女人前面 法国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 英雄人物 就是他们的 内阁总理 老虎总理 叫做 克里蒙梭 克里蒙梭 他临死的时候 女人全躲开 他要死 不死在女人面前 他死了以后 他说 我的尸体 不能够躺在棺材里 不能这样躺着 我死也要站着死 要立起来 棺材要立起往上埋 这么凶悍的一个家伙 可是 他怎么样 他也是 无令我死女人之手 就是说 他们有很奇怪的 一些想法 我跟大家举例 从宋朝的孙氏 到法国的克里蒙梭 都有这种现象 我理由有没有 没有 我还愿意死在 女人之手 漂亮的女人 你护士之手 我还愿意 这就是说 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思想是那么顽固的 不是的 我给大家看一幅漫画 妇女运动者 过去妇女运动者 开始争取女权的时候 浑身还包得很紧的 你看到我们 这个19世纪 或者20世纪初年 那种英国美国 争取女权的那些女士们 他们不敢乱脱衣服 还包得紧紧的 争取女权 可是他们有一个困难 大家集合的时候 这男人 要反对他们 这样子 嚣张的时候 一个小动物就解决了 什么 放一只老鼠进去 他们 女人在一堆的时候 后来 来了一只老鼠 吓得 做鸟兽散 这样子 女人有它的弱点 后来女人越来越开放 开放到什么程度 就是 把自己的胸罩 奶罩 烧掉 表示说 这个东西对我们是舒服的 对我们这个女人的胸部是舒服的 我们把它烧掉 表示我们的抗议 这个漫画呢 大家看到没有 一群女性工作者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是漫画 他们的胸部都有一点塌掉了 为什么塌掉了呢 看到没有 因为他们是女权运动者 女人的运动者 他们干什么呢 他们把这个胸罩全部烧掉 放在地下 全部烧掉 表示说 我们 为什么我们的胸部 要受到拘束呢 老娘不带奶罩了 全部烧掉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 忽然 这些女孩的表情啊 就很奇怪 忽然 旁边有一只毛毛的手 男人的手 手上有毛的啊 丢什么呢 丢进了一条内裤 也跟你们一起烧 这个太有趣了 你们敢脱胸罩来烧的时候 老子就敢脱内裤来烧 跟你们一起烧 就是我脱的跟你们一样彻底 脱的更彻底了 这就是一个 这个漫画的一个笑话 就表示说 有一点点讽刺 这个女人不带胸罩 因为不带胸罩呢 这个胸啊 难免会塌 因为女人的胸部的生育结构啊 这里面也没有骨头啊 不带胸罩呢 就是 有的时候没那么好看啊 有这个现象 我理由并不是 赞成或反对这些事情 我跟大家讲 我对女人没有歧视 并且呢 我还非常的 欣赏那些 最优秀的女人 像英国的首相 当年的首相 柴希尔 柴希尔夫人 就是我所羡慕的人 可是我必须说 女人有她 先天的一些 弱点 这个弱点什么 就是爱 女人为这个爱情啊 为这个爱啊 忙到死 一辈子忙到死 什么事情 都要跟她的感情 跟她的爱 持在一起 并且这种爱发生的时候 再往李奥的看法 一发生的时候 就没有是非了 我曾经讲过一句名言 这句名言有点粗鲁 我把它温和地把它讲出来 就女人的政治观念 是跟着男人转的 不是跟着男人 整个身体转的 跟男人的身体的一部分转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常常看到的 男人怎么想 她的情人跟她想 她太太也好 情妇也好 爱人也好 她的政治立场 是跟她的男人一样的 跟着男人转的 跟着男人打转的 为什么有这个现象 就是她的爱情 她的感情 影响了她的理智的走向 大家看看 这是法国的 有名的才女 叫波瓦 波瓦 她跟法国的 哲学家 沙特 分分合合 又同居 又她要找别的女人 她要找别的男人 然后又合在一起 分分合合 她写第二性 这些书 提账女权 可是 她对沙特而言 她不是女权 就没有女权 她就是女人 对她的情人 在她情人面前 她的女权不见了 她所有的 就是服服帖帖 甚至 帮着沙特 找女人 找女学生 可见 这个女人 跟男人的关系 不管她是多么的博学 多么的写第二性这些书 来提倡女权 真正 设身处地 碰到自己的时候 完了 跟着男人 跟她情人 来转 接着说 我说女人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可是这是我们所赞美的女人 女人为男人 可以做这种事情 跟你 天涯海角 跟你 坐监饭科 美国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鸳鸯大道 男的是强盗 女人跟她一起去抢 这就是鸳鸯大道 鸳鸯大道的这个画面 大家看 后来被打死了 枪 一个 一起打死 这个被 鸳鸯大道 电影里面的鸳鸯大道 他们俩一起去抢 杀人越祸 鸳鸯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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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举这个例子 告诉大家 什么呢 告诉大家 这女人的一个特色 为了爱情 我跟你男人 坐监饭科 我也干 所以女人一碰爱情 就糊涂了 台湾也发生一个事情 一个台湾的警察 一个有名的 也不是有名的 就给有名的警务处长 做过保镖的警察 也是坐监饭科 然后逃亡 这个一个女孩子 跟她逃亡 最后逃亡过程里面 这女孩子死掉了 死掉了 这就是这个女孩子 长得还蛮秀气的 蛮秀气的 后来这个 警察把这个男的逮到 做现场的表演 还给她表演 这个男的叫温锦龙 后来被枪毙了 这个例子 女人 这种就是鸳鸯大道 她跟着你 毛病天涯 就可以的 再看这个 也是一个台中女中的自由生 看到没有 她在这次1998年的事情 她叫做廖曼军 她这是个有妻的 有妻 有妻 有妇之妇 叫林永杰 两个人相恋 两个人相恋 她就 这个女孩子 就觉得不能在一起 她就自杀了 自杀了 这个男的很落坎 她也 后来也自杀了 自己家里也不要了 也就自杀了 这个 这就是 女人会为爱情 做到这个地步 这是很 你看到没有 这个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女的死了 叫这个林曼军 她死了 这个男的 也单独自杀了 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 这么个例子 那还有像那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这个奥地利的这个 这个例子就是什么 这个叫做 我们叫做 混沌梅耶林 在奥地利的 梅耶林的地方 就这个房子里面 他们 情人 黄太子 接班人 无法跟自己的爱人 结婚 就跟那爱人 到这个房间里面 到这个楼里面去 约好 一起死 这个黄太子 接班人 拿枪 把女朋友打死 然后自杀 这是有名的一个例子 告诉大家 一起殉情 这女人很内抗 她相信自己的丈夫 相信自己的情人 我们殉情 你把我打死 然后 你也会 走 可是后来 台湾发生过淡水河 十四号水门事件 就是 就陈苏清命案 就是 他跟一个有夫之夫 张白帆 一起去 到淡水河 十四号铁门上吊 结果他掉上去以后 这男的 掉了 跑了 后来被破案 被抓到了 就是 这种自杀是很危险的 就是说 老娘上吊了 我死了 男的跑掉了 这怎么可以呢 使我想起来 为了 不像 这种 欧洲的这么 构点的 就是 女的绝对相信他 所以 让他 男的把他打死 他相信男的不会跑 也一起死 可是台湾呢 就发生了这种 女的死了 男的跑的这种局面 十几年以前 在中国的长城上面 发生过一次 殉情案 是我的同乡 吉林省的 现在我属于黑龙江了 因为我身在哈尔滨 吉林省的一对男女 到了 长城上面 自己做了个土制炸弹 一炸 两个人都死了 所以这种 殉情比较安全 因为你男的跑 跑不过炸弹 是吧 你一定会炸死 所以我觉得 提醒大家 提醒各位女士 如果真的 要亡命天涯 或者说一起 魂归李肯天的时候 选择的工具 是很重要的 男人是不可以 清紧相信的